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在最近几年,国内的汽车市场高速发展 而大众进入中国市场多年,全辆刚达360万辆 并且在最近几年,不断推出更多新款车型 现如今整个汽车市场都变向于颜值、油耗 大众杰达终于忍不住了,推出了2019款新杰达来提高竞争力 外观比奥迪A4还漂亮 2019款杰达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理念 并且前连采用最新家族式的设计理念 分层式的近期格杉为无霸气 上方六边形式的中网采用了多条杜铬 采用这样的设计达到的效果要比A4还要漂亮 车身采用6倍式造型和尾翼微微上扬 使其更具动感的视觉 2019款杰达的设计与现款比较提升了一个档次 并且轴距加长了33毫米 整体轴距达到2685毫米 内饰方面也是进行了大的改进 全液晶仪表并且采用了13红式方向盘 T型的控制台层次分明 并采用大量的软材料包裹 不仅在内饰方面改进明显 而且动力也提升了不少 2019款新杰达采用1.4T涡轮次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09千瓦 不管是家用还是出门游玩都是够用的 如果新款杰达与新款杰达在价位上差不多 那么肯定会对现有汽车市场冲击很大